屬於世貿集團打造的別墅群體 是度假區 即是度假養老 高峰時期賣到差不多三萬元左右一方 黃海 扣山又扣海 這裡始終是看到魚葉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波羅 今天下午就在街景康城 受業主所托 因為他之前買了江門的碧海銀湖 那個別墅的 屬於世貿集團打造的別墅群體 就度假區 在江門新匯那邊 之前就180萬買進來 現在就想出手 因為臨米就是想套餸拿回多少多少 看有沒有有緣人可以接手 但在樓盤是怎樣 大波羅不是去過 不是很熟悉的 我現在就搜索到航 在街景康城過去的話 要56分鐘 差不多一個小時 等到現場是怎樣 因為我出發前的手機手術 看過信息 之前很多港人朋友 或者港富豪都買了那裏 是打折賣 等等具體什麼情況 到了目的地的時候 就是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準備出發 Hello 大家好 大波羅剛剛開了一小時的車程 從街景康城到江門新匯的樓盤 即是世貿碧海銀戶 碧海銀戶這個樓盤 剛剛開車下來的話 就下了高速 先導航到營銷中心 都進去了營修中心 就了解了少少情況 現在就盛達局支 盛達局支 那些叫住支 即是大股東 世貿就變成小股東 現在這裏還有樓在賣 在賣我們叫二期島 二期是一萬八到兩萬元左右的房 一百零九方和一百三十方左右的戶型 即是望湖的就貴少少的 那這個樓盤 你說南美剛剛在這邊兜了 即是樓盤太大了 就兜了幾十分鐘 兜了整半個小時 終於玩到了客戶買的這幢樓了 現在就停車停在他的門口 這樣兜的時候 看到他都在施工的 有很多護人家都在裝修中 但是呢 很明顯感覺到 給大坡的感覺就是人氣不足 揭小人 沒有什麼人進去 因為都問過他這邊的話 叫做什麼市場呢 開車去呢 沒有車在這裡 說實話買菜都 是一個難題 十五二十分鐘買到菜 他說後期都會開通什麼公交車 但是這些樓盤 體諒太大了 說五到十年去開發 但是個人覺得 少都要十年 十年二十年了 開發什麼新區 畢竟江門這城市 又不是很發財的城市 現在朱中江 講到一句 中山發展起來 擔心江門都還沒起來 講實話 這裡就找到很多客戶的這間房子 這裡沒什麼人住 前面剛剛看到的 這裡有裝修 在裝修中 也應該有 也應該有些業主想裝修好 可能自己 度假 就是度假養老 這裡高峰時期 賣到差不多三萬元左右一方 三萬元左右一方 現在就是二手 我這間業主 全部搞定了 是一百八十萬 不過這裡就叫第一期 北島花園 這裡第一期就辦了防彈證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這裡是車位 這裡是車位 大門口就是這個位置 門口進去 其實樓下這裡是一個廚房 看看花園 首先看到的 說一句叫 集草重生 現在掌滿了集草 不過買得起這邊的別墅 大家都說的 手上有閒錢 對不對 買一間 長期長 時間長長地 可能就可以 但這幾年 你高峰時期買得很多 這些集草 很多集草 不過這裡 也不算獨棟 獨棟別墅 應該叫 連牌 這些叫連牌別墅 不過有自己的庭院 很多集草 很重生 這裡就是門口進來的位置 給大家看看 大門口進來的位置 旁邊也有一戶人家 這邊 旁邊有一戶人家 後面也有一戶 後面也有一戶 好 先看看 很多手 走路也要小心一點 這些格局設計 可能這邊的全部清水樓 這邊應該是設置那些 這邊做房間好 做客廳好 這些 這些如果要做回來 應該做 應該說 鋪了這場 怎樣 通鋪了這個 叫 花園的位置 可以改為客廳 這樣 裝修成本比較高一點 這些樓 這裡做房間也可以 那邊做客廳 那邊做房間 不然就做客廳 那這裡 看看 有個後花園 後花園這邊 跟隔離屋那邊 也有一點 後花園比較小 如果真的進入住了 人家說肯定自己 要通鋪個場 裝修成本比較高一點 那現在就只能夠 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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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蝕了 所以都想玩一個有緣的東西 出手 這個洗手間的位置 還有這些樓梯 應該要留回那個電梯位 差不多 這裡應該做一個房間 這邊 好 看看 上去樓梯看看 這些很多層灰 樓梯不高 兩層 即是前面的廚房 就是一個位置 那裡面呢 兩層都是洗手間的位置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空間就大 這裡就是衣帽間的位置 這裡就是衣帽間的位置 這邊還有一個房間 先去看看 那來到主人房這個二樓 主人房這個位置 很重 打不開這邊 先去看看這邊 這些窗比較難打開 現在打開了 打開就看看 那些主人房出來 這裡也有個露台 露台位 這些正常都會說 叫通鋪出去的 對不對 通鋪出去之後 叫這裡 如果做到客廳 就是通鋪做到客廳之後 前面那裡 露台那些 除房頂那層 可以做個陽光房 這些樓 就等於說 小洋房 小別墅小洋房 兩層左右 那百多萬 掉下去 如果養老 怎樣呢 就 完全退休 怎樣呢 可能都OK 但是發展時間比較長 現在一手 如果假如賣 兩萬元房 肯定淋賣一點 對不對 現在地產市場 給不到別人的信心 那些開發商 給不到別人的信心 誰來買呢 肯定很少人來買的 那這間樓 業主呢 我跟他說 因為 有些單位 人家放賣出來的話 有 百三萬 百六萬 兩百萬 都有 前期高峰時候 這些全部都肯定要去到 兩三百萬買的 這裏周邊的環境 空氣那些質量 不用擔心 不一定要買 看有沒有意向 即是便宜 反正 客戶都委託了我 肯定要去拍一拍的 賺得高一點 看看周邊 等等 下去的話 拍一拍花園的情況 給大家看看 好 現在下來了一樓 一樓花園 應該拍了一點 那來到這個地方 拍其他單位給大家看看 其他的單位 就 他有些是叫 望湖的 望湖河現在 出來隔離的單位看看 他這些單位 不過這套單位 不知道業主賣不賣 那出來 就是望山 這裏有望山 再往前朝過來的時候 下到高速路口的時候 就望海 靠山又靠海 那這裏 始終就是 看到些魚葉 前面這些 魚塘養魚葉 是不是 這裏 看水跳跳 還有魚 這魚很山脈 可以釣魚 別碎 這種單位 比較漂亮 這種單位 就是 後花園 現在是後花園的位置 你看看 後花園的位置 如果人家說 買回 想怎樣 做事都可以 這些面積比較大 這些面積去到白三方互形 暫時有周邊的配套 周邊配套比較難 前花園 這裏是除房位 前花園 那裏是電錶房 前花園 這花園大很多 是不是 整個樓盤說 有三千棟別墅 但現在只賣了一期 二期 現在一期二期賣了 現在在三期 現在市場估計 都是臨賣 但大家看照片 看看 大跡一點 這些 上去看看 這些就叫頭牌 對嗎 靠近河邊的頭牌光景 這種的話 送的面積多 很多 多很多 這裏都是送的 你看看 站高一點點 看得遠 天氣越漂亮一點 看上人是舒服的 不過今天 今天是少許下雨天氣 上來主人房 這些是二樓主人房的房間 醫務間 什麼都看得到 什麼都看得到 舒適度 這邊的話 剛好 剛好是樓下這裏進來 大字字 樓下這裏走進來 走過來的 這裏朝向 先讓大家看看 這邊的朝向屬於那種叫 東南向 不別墅 這裏 剛好客戶那套房間 門口 東北 東北向 西南 別墅這些 東南西北向 都全齊的 就 看回 看 你買樓需求 假如你想有自己的一塊地 別墅就是一塊地 有自己的庭園 是不是 有庭園 這些比較安靜 很安靜 如果來買這些樓盤 建議大家 想買的話 買些二手 現在多業主 肯讓手 一手的話 不值得入手 時間比較長 時間比較長 看回 意向 假如你是江門的 這邊華僑 橋鄉 是怎樣 始終要回老家 就是 回來老家 他說的 是不是 叫做高佬還鄉 回來住 這些樓就 不怕選擇 如果你說想投資 現在當然投資不行 假如說到假 反正手上不缺什麼錢 就買來度假 就OK 投資而向 不是太大 時間太長 雖然說我們說江門 就是 心中通道 江門 就是 叫做 鬧溜 就是 不費 一些財政 就 驅通了 心中通道 過來 但是 這個位置 就來那個 江門的市區 就是比較遠 所以就 心中開車 過來這邊 一樣都要過半竹 就是現在 開通了 所以就是 就是 塗他的環境 如果有性格 如果有性格 可以 如果有哪些苦主 之前買了 覺得虧了很多苦主 想放賣 其實都可以聯繫我們 我覺得 始終都有一些 江門馬橋 想回來買樓 虧了 虧了 多一點東西去虧 就是 沒辦法 之前說買錯地方 現在就 只要虧讓 因為 現在買樓 你就當它是消費品 是不是 一個玩具 玩 就是 不喜歡玩 那就 折讓 債折讓 那 今集的話 就分享到這裏